专制拐脚马器足针线 16步轻松拿下对手 大家好 我是相机老堂 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个布局陷阱 专制拐脚马的布局陷阱 横方向三阵五 黑起马八阵七 横方的马二阵四 这个是就组成我们常见的 拐脚马布局 那黑起的走成平方马 马二阵三 横方的马四阵六 马四阵六也是拐脚马的 经常用的一种风法 我们称之为川弓马 那这个是黑起的泡八瓶九 横方的很容易想到的 走的上市了 下车阶居居居室 准备的除贴身居 那此时的话 黑起先居酒平吧 那这个炎了吧 横风肯定是不可以唧一平二 否则是被牵制住的 一般来说的都是走的 跑八的 跑2平3 瞄准黑风7鹿速 那这个时候的黑风向三阵五 横风的居居室 逊出一个 贴身居 黑起这个时候就开始过下一个陷阱了 我们看这不行 哪不幸运的 就是这个上竹 上竹的话呢 引诱横峰 走哪不起来 走这个兵器禁忆哦 因为走川宫马人的话呢 他非常的喜欢啊 走兵器禁忆 然后你竹把它吃掉 他马的再挑上来 挑这个香味玛丽 进口宫呢 退口舍 这是川宫马的一大特色啊 接着呢 那横峰就上兵 黑起这个时候啊 不要去吃他这个兵啊 怎么办呢 应该走马三的进四 引诱这个小兵的吃过来 等下吃过来的时候 我们的黑起在马四进入 这里吃过去踹炮 那横峰一看 这个起的话呢 进去捉马 很容易想得到 这个马现在是无路可逃 看上去的黑起 好像是白死一马 但是啊 这里横峰忽略的黑起 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 这个马呢 就是一个弃子的陷阱啊 黑起一个什么手段呢 啊 就是这个炮打了边兵 这一打的话呢 横峰很容易想到啊 你的想吃他马的话 必须要上兵 这里吃炮 这里吃马 眼看黑起啊 要丢子了 但是黑起啊 这个时候就弃马了 不要了啊 怎么办呢 直接进成底炮一扔 那这一扔的话 横峰呢 肯定是不能吃马的 你如果吃马的话呢 人家进去一将 你下试 人家抽一将 把你举给抽掉了 那这个时候 横峰肯定要把事败的做出来 很容易想得到 那这个时候 黑起该怎么办呢 不要去讨这个马 还是怎么办 直接的起举 横峰呢 跳马啊 要跟黑起的对峙 那这个时候黑起啊 不要去吃了这个马 吃马的话呢 待会儿 非给自己的制造 很多麻烦啊 直接进去的一将 那红红只能上来 接着呢 再把这距离掉过来 那红红这个时候 当然可以把这个马吃掉了 但是你吃掉这个马以后呢 这个是黑起 已经组成了个三指规别 那这三指规别的话 怎么用呢 我们看应该要后面这个距离 继续的将军参加战斗 那红红这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 只能往上走 然后呢 再退炮一将 那红红的这个炮只能打过来啊 把这兵打掉 但是没关系啊 那这个是黑起怎么去组织杀起啊 应该把呢 巨啊 甩开 一甩开就形成一个松巨措啊 杀法 下舍起的啊 把这个啊 G8的Till一将 他的帅的刚好的下不去啊 刑期至此的话呢 啊 这个布局陷阱就非常的成功啊 好 喜欢上期的朋友的 欢迎点赞加关注啊 我们下期视频的继续为大家的讲解 精彩视频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给你观看